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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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这个中国银行的分行是在深圳挪湖 很多人排队拿钱因为他们的户口被冻结 其实是没有差别的 因为之前很多中国的户口都突然间被封锁 接着他怀疑你洗黑钱 接着你提出相关证明去解锁 而拿钱转账都有一定难度 就像我们这样 我们有时候要订一些 就是现在做健康食品 我们都会订一些干草剂 就是说防潮株 这些多数都是大陆的 但是我们没办法给到钱 如果你私人对私人没问题 但是如果要有公司的 那我们都给不到钱 譬如有些瓶 我们本身打算这些厂香港没有 那我们订瓶 都给不到钱 甚至我们订膠囊 都没办法来到 那现在唯有就是说 中国以外的订账 为什么 因为跨境我们没有办法 可以是 可以入到钱给这些这样的企业 而当然中国不停地宣传 包括特区政府 我们要加快建设大湾区 但是香港人 在上高遇到的困难重重 包括他们的政策 为什么这么多香港人 在中国银行 当然这不是唯一一间 是很多间都排大队 因为你开放了之后 你叫别人回去 就是投资 那有些人真的 响应你的号召 或者之前买了楼宇 那他们要拿钱 入钱 汇钱 谁才知道 拿钱 入钱 汇钱 譬如他要还这个 楼宇贷款 那他就要入钱 有一笔 掃钱进去 这是第一 第二 有些人回去读大学 或者在上高生活 甚至有些老人家 这样 在不同地区 就是大湾区 所以我们喜欢中山 中山住得舒服点 那要汇钱的时候 你都汇不到 更重要的就是做生意 就是刚才我们那种 你基本上 入你入不到 拿你拿不出 各种藉口在刁难 实际上 你现在即使说汇钱回大陆 都是相对困难的 如果你汇过人民币回去 你就知道了 你要对方的信息透明 分行 甚至所有所有的收款人的名字 你自己所有的名单名字 都要全部出来了 即是说 现在中国的监管 尤其是流水帐 是每一笔每一笔 包括税额 税到二三百元 他们都有这样的监管问题 而很多的香港人被疑似洗黑钱 他们的户口凍结 而最令人担心的就是提款的门槛 就是说越来越多条件 你的钱只能够入到银行 而你要拿出来是越来越难 和越来越多的手续 很多时候 拿钱拿得大些 是要长达几日 即使你去ATM提款 分分钟都要等一个小时 而入银行还要保安批准 拿到丑 你才能够入银行办理 为什么 为什么会有这些事 因为中国的经济 真正这样出了问题 银行 你拿钱 存钱 赚钱 除了在监管之下之外 他都每一笔都要很小心 因为很多人聚沙成塔 这个拿些 那个拿些 那个拿些 他们存款不足 如果你拿美金更加难 特首应该出来讲两句李家超 怎样确保到香港人在大陆的投资 因为我们就是号召 就是听你说 投资大弯区 结果出现了这种状况 而到今时今日 还没见到李家超出来说两句 为香港人 就是说 方便便利 出来 真真正正 教大家应该怎么做 不是不想投资 所以 是你的门槛 香港人普遍是没有办法可以适应 因为香港是什么 香港是一个资金自由进出的城市 什么都好 只要 网上打个电话 或者转数快 各方面都可以令到自己的资金 可以在自己的掌握当中 而当中国这么不透明 而重重关卡的话 投资大弯区 哼 你们可以自己想 节目做到这里 和大家说一声 拜拜